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杰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热门的新闻APP客户端 他们在表现层上有什么异通 我们表现层上来看一看今日头条 我们从今日头条的表现层来看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功能分类也非常的清晰 同样也可以左右滑动屏幕来去切换频道 那么点击这个头像可以进入到个人的主页 包含了订阅、关注、粉丝和设计 四大新一点 那么页面的设计和Q空间比较类似 那么好友动态里面可以去添加自己的好友 可以从通讯录里面去添加好友 这是其他几大新闻客户端不具备的功能 通过可好友的互动去增强用户的粘性 我们再看一看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客户端它在表现层上 还是惯用了网易系列惯用的大公司 突出并且醒目 首页的架构和大部分新闻客户端产品都一样 都是通过这种选项卡的这种导合方式 当然前面几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网易的这个选项卡 那么它不能通过左右的滑动屏幕去切换频道 切换的是什么 切换的是图片 当然这些图片里面可能是新闻 可能是广告 还有一些推广的内容 那么频道的切换必须通过点击上方的频道按钮再去切换 那么点击右上角的这个铃铛图标 这个图标是设计的不太好的地方 那么点击铃铛一般来都表示提示消息 但是网易新闻这边呢 提示的是显示是每日的药文 这点和一般用户的使用习惯 多多少少一些偏差 那么点击右上角的更多出现了这个下拉按钮 排版是非常新稀的 那么邀请好友将新闻网易新闻的下载客户端的链接 分享给好友 那么发现一栏 大家看发现一栏 有四个小的分栏 那么但是我们看主页却是很多广告 那么这个呢 显得和新闻主题并不太符合 用户关注度会比较小 我想这些呢 都是和网易新闻目前来说是承载着网易在移动端 重要的一个流量和变形的工具有关 估计这个运营和KPI的压力都比较大 最后一个是我的页面 我的页面 这是显示的用户在网易新闻口端里面活跃的一些情况 包含阅读的新闻术 收藏术 还有以跟贴 跟贴术 还有以完成任务等等 比较特点的就是网易新闻会在很多小细节来突出自己的slogan 有态度 各种都是有态度 比如说我的任务的标语是做任务 赚金币 兑换有态度的礼品 还有有态度的俱乐部等等 这些细节的处理还是比较亮点的 那么最后呢 来做一下本次各的小节 我们说通过比较四大热门新闻客户端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很多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腾讯新闻和搜狐新闻都有着比较强大的背景 渠道流量也比较大 那么搜狐新闻呢 有着自己独有的开放平台 那么这是一般的聚合资讯类的产品 不能做比拟的 网易新闻呢 主要是依靠自己成熟的UGC运营 在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 今日头条是依靠优质的算法 实现个性化的推荐 为用户呢 精准的推荐他所关心的内容 也赢得了比较好的满意度和口碑 由此可以看到 我们是如果说 新闻类的这种产品 你如果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位置 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打造自己的特色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四款产品 多多少少都有其他的特色 而不是千篇一律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给一些发展的建议 我们说针对新闻类的这些APP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UGC的运营 来提高用户与内容的互动 互动增加用户的粘性 不仅仅是靠推送 来引发用户观看我们的产品 第二个就在内容上 可以考虑聚合资讯为基础 然后选定某一个类作为主打 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先 我们都知道新浪当时是以这个体育新闻 作为它主打的一个品牌 后来的财经和娱乐 都是选择某一个主打 成为了行业的领先 在同样在移动客户端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某一个分类上 有了领先优势 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主打的品牌来宣传 第三个就是在产品框架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贴近用户的习惯来方便用户使用 尤其是贴近用户的阅读习惯 毕竟新闻类的APP 它主要是用户来阅读的 那么如何更加贴近阅读的习惯 尤其是适应于移动阅读 多场景 比较杂的这种场景 包括很多不利的这种环境 如何能够让用户比较舒服的阅读 成为了这个产品设计非常重要的一环 下面的一个就是把握着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资讯 更多的去注重个性化 社交化和本地化 只有这样才能跟随着时代的发展 最后一个 应该增强用户对内容喜好中反馈程度 这样的话呢 可以深度挖掘用户的这个兴趣 更精准的为用户推荐内容 那么最后呢 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为当前互联网新闻资讯类的APP的产品经理 你可以把自己设想成为网易 搜狐或者腾讯 你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规划未来的产品发展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产品热门分析 这整套系列课程 也欢迎大家收听 超杰老师在麦子学院里面的 其他相关的课程 好 我们下次课 再见 再见